十五的小厨房开业啦 今天呢来给仔仔们预备一下腐蚀 胡萝卜切一切 西葫芦也切一切 南瓜也切成小块 西兰花也切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切它们呢主要是为了后面方便搅碎 然后来处理一下虾 虾的话去掉虾头就可以了 留下身子 哇哦这块鱼肉可白可白了 比我们家芽芽的脸白多了 然后来切一切我们熟悉的鸡胸肉 接下来切牛肉 感觉切牛肉的样子好像在切牛排呀 莫名的喜感 又到了表演徒手掰玉米粒的节目了 哎加速加速 差不多了就掰这些吧 不掰了不掰了 然后把刚刚切好的蔬菜还有肉 放到搅拌机里面 搅碎 嘟嘟嘟嘟嘟嘟 困鸡困鸡困鸡 咻咻咻咻咻咻 戴上手套 然后把刚刚搅好的腐蚀搓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搓好了之后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啦 然后宅宅需要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蒸熟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啦 记得想我哟 拜拜